周二31号 以军轰炸贾巴利亚难民营 影像显示 弹烧点窜起巨大的火球 加萨走廊北部 贾巴利亚难民营 面积1.4平方公里 大约5.38个大安森林公园 却住了11万名巴勒斯坦难民 是加萨八大难民营里 人口最稠密的难民营 以军轰炸贾巴利亚难民营 爆炸留下的坑洞 面积相当广 四周建筑几乎粉碎 宜为平地 照以色列的说法 轰炸炸死了五十个人 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受伤 而以军选择 加巴利亚难民营的理由是 要炸死一名哈马斯 非常高阶的指挥官 结果却让无数平民 尤其是儿童陪葬 医护表示现场景象之惨烈 超乎想象 中东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强烈 抨击以色列轰炸贾巴利亚难民营 而南美国家波利维亚率先宣布 由于以色列侵犯人权的罪行 基于对生命的尊重 波利维亚宣布和以色列断绝邦交 自十月七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 波利维亚是第一个不满以色列 报复手段而与以色列断交的国家 随着与军扩大攻势殃及平民 而削弱了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之后 是否会掀起断交风潮 仍待观察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